我們來討論在藍營選情的部分 這是不是一個警訊 我們來看到就是藍營的大佬黃正雄 就是總統府執政黃正雄 他說上一次有幫忙的這次叫不動 叫不動什麼意思呢 我們再來仔細看一下 黃正雄說上次選的時候氣勢大好 馬英九躺著選都贏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是說上次有幫忙的 但是這次很難叫得動 所以他說一定要整合這些力量才能衝高票 決戰南台灣就是南部不能輸到脫褲子 而且其實這次在中南部 也有一些這樣的聲音出來 就是說有人批評什麼 說這個馬英九選前來我家三次 選後一次都沒有來 這是上一次的選舉過後 請教大家湘龍 這樣的一個談話 有沒有透露出來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當然有啊 這個就是你這次選舉的票絕對不會像上次那麼好看嘛 黃正雄講的這個基本上面就只是告訴我們說 上次你765萬票 百分之五十八的得票率 這次是不會的 那這些人就是說所在南部所發生的這些情況 黃正雄因為他不只講他自己 他也包括像詹琪賢娜等等這些大大老級的人物 他們對南部氣氛的感受的精準度 當然會比我們長期間在北部要高得多 所以我相信他們他們的判斷 可是這種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就是說他又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 這種叫不動 五都就已經叫不動了 甚至於你更早之前那些立委的補選 你都已經可以感覺就是叫不動 叫不動又不是現在才開始 換成叫不動了 反正過去三年就已經叫不動了 那叫得動了你好好叫就好了 那現在就在這次的選選舉當中 當然那裡面那裡面談的一些細微末節的東西 我覺得屬於台灣的選舉的遏止文化的部分 就不談了 選前來我們家三次 選後一次都都不來 你知道當總統去你家有多麻煩嗎 你知道一個總統到你家裡面的時候 你家裡面會有多大的麻煩 那個總統基本上就不太適合 不要說去人家家 連紅白鐵都應該盡量要避免 因為只要你出席 不但說那要想到他們家有 我家家沒有 再來就是到你家的時候 馬英九在當總統之前 去long stay的時候 每個被他stay到的家家裡面 都雞飛狗狗跳啊 固然也餘有榮焉 可是呢 那個時候他都還只是個候選人的規格 去都已經很麻煩了 如果他今天去的時候 那個大軍押政 光周圍的隨護 就擺來個 你事前就要幾天的時間準備 還要交管 不是像說那種 三個內的方式說 我沒錢是一行 進正來我們家三次 這次沒來 不支持就不支持 不用牽托這麼多啦 我覺得我的理由可以有很多 但這個理由是最不紮實的一個 我今天如果說 如果我支持馬英九 或者我支持蔡英文 我難道是因為我支持他 是因為他來我家三次 而且我希望他選後常常來嗎 如果一個總統選完的時候 還常常來我們家 我覺得你這個總統是在幹嘛 我會比較理會說 你在你在幹嘛 幹嘛整天跑跑我們家幹嘛 你好好 我選你就是叫你好好做嘛 不管你是馬英九 蔡英國 你做好就就好了 做好就對我一個支持者 一個最好的回饋 不過就是說 黃正雄當然他們打挨兵 在南部他一定打挨兵 他一定用低姿態的方式打挨兵 之前我也講過 從五都的選舉的 一個選票的結構上面來看 他確實呈現一個非常大的隱憂 就是總統其實只有台南人選 就是台南人一個地方的 一個票數的差距 會蓋過其他四四都勝 對其他地方的所有得票的差距 你藍軍就算其他地方的 你都贏 但是因為贏的不夠多 我台南一個地方 如果像蔡英文講說 我們要拿七成 他上次賴清德拿了六成的選票 就已經把藍軍在北部 所有贏的票數 全部都吃乾嘛罵禁 都還有剩了 你這次如果拿七成的選票 就是告訴你就是說 我們台南人決定誰當總統 就誰當總統 你們其他不管 你叫台北人 台中人 花雷人 誰都一樣 因為你們贏的都不夠多 這個可能性 你說會不存在嗎 我覺得是有這個可能性 不過黃正雄也不需要 太過於悲觀 我舉簡單的兩個例子 我個人判斷 純粹判斷 蔡英文會有兩個壓力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台南的選票 你上次會不會 你下次明天1月 會不會超過賴清德 我認為他的得票率 不會超過賴清德 你賴清德上次的對手 是郭天才 是一個藍軍基本上面 非常溫和 在地的 就是說士生型的 基本上面在人氣 各方面來講 跟馬英九不能夠相提並論 你要再拿到的時候說 我六成多的選票壓倒性的 好像把你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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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蔡英文第二個壓力是在新北市 蔡英文说决战新北市 有道理因为她在新北市 刚刚选过拿了一百万票 但是我一样赌 你蔡英文这次在新北市 再也拿不到这么漂亮的票 那这个呢反正明年一月 半个半年之后 大家一翻两瞪眼 蔡英文只要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达不到她的战略目标 蔡英文必输无疑 好这个有关黄胜雄的这个说法 其实呢最新我们刚刚得到 这是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回应 他说希望用国民党的政绩 来当做竞选主轴 以国家最高利益为考量 努力来复选 慢慢化解了她的发言这个情况 那我们请教一下蓝宣豪 我们刚刚其实一开始就讲到 在这个李登辉 我们前总统的部分 他最近的频频的出来 讲了有关的这个总统的部分 又讲了这个宋楚瑜的部分 对这个蔡英文呢也是力挺 上次看到这样一个场面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 对于这个现在李登辉的 他的一个状况 在这中南部的选行 是不是也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你要问李登辉在南部的选情啊 不是李登辉 他在南部造成对选情的一个影响 我想李登辉 其实他的选民 通常除了他自己要出来选总统 反正今年那么多人要出来选总统 除非李登辉要出来选总统 否则的话 其实民进党的范略的选票 从来不会因为台联 跟民进党这样子中间的一些 彼此之间的选票瓜分 在选总统的时候会出现任何的闪失嘛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今天李登辉挺不挺蔡英文 多用力的去挺蔡英文 这件事情对于范略 在南部的选情 它稳固的程度 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我想李登辉在 在南部他这段时间对于蔡英文的谈话 如何的这样的力挺 包括就算他不力挺 我想范略的人在这个南部份 要选蔡英文也还是选蔡英文 所以这部分我想大概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在国民党在南部啦 那我觉得呢 其实黄正雄的谈话 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 我并不觉得说 他纯然的只是一个哀兵 纯然的只是告诉大家一个危机 我觉得呢 其实黄正雄在国民党内 算是非常非常老谋深算的一个地方大佬 他今天会讲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他在做一个善意的谐言 那事实上他跟马英九的关系 没有那么直接 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也讲了 他是当了总统府资政之后 才跟马英九慢慢的守起来的 所以我想他可能没有太多的 直接的管道 跟马英九直接去说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你会觉得他今天的话里面 点到了几个关键 我觉得他点到的关键包括在于 第一个 他讲到说呢 很多人有这样的反应 说他这一次拿到的票 就是说很多人就叫不动 这其实不止黄正雄讲 我先前接触过这个高雄县 算是很年轻的立法委员 跟马英九关系很好 他也跟我说 他每次下乡去败票的时候 这段时间大家都说 听力没问题啦 马英九再说啦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反映出来对于马英九 在南部这部分的话呢 其实他有很大的危机存在 但重点在于说 这个危机其实也不是新闻啦 一直都有 所以呢我觉得黄正雄 比较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他讲到的两个人 他讲到像詹启贤跟高玉仁 我觉得他不是随便举例子的 而且我觉得他讲到的有关于说呢 这个登门拜访之后呢 三次之后都不来 我想呢就像向荣讲的 可能他不是纯然的讲说 来拜访是不是来我家做而已 他里面讲到的可能是一些人情事故 跟说你感觉上 我觉得这部分在南部人或是一般人 或者所谓的装脚型的 就在政治的领域当中的装脚的人 他当然会希望说 我今天帮你听力出钱出力 你总是要选后招呼招呼 如果你选后真的p一下都不见了 不要想你自己来啦 就是你平常来讲 你总是有幕僚啦 你有党部的一些相关的系统 你要不来打个招呼 那这部分的话呢 国民党跟马英九跟金普聪 都做得非常的不周到 所以这部分呢 其实相当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弹 是在整个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当中的装脚 是影响非常大的 那你想专起贤跟高宇人 这两个例子 他不是一般的装脚 他们是算是国民党内的大佬了 他们跟谁曾经有过过节 他们因为谁而离开目前国民党 其实我想 若有事无的大家都会点到说 虽然今天呢这个金普聪 他另外成立了一个办公室 而且他也下南部经营了非常久 他用他的方式 用他认为对的方式去帮马英九 但很显然 还跟当地的一些国民党系统也好 国民党的一些大佬也好 彼此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建立的非常好 所以对黄正雄来说 他认为如果说你要选总统 所以选总统的话 选票当然是所谓的万流归宗嘛 你尽量的能够去每一个地方 你金普聪 又负责拉 用这种方式拉这种选票 那我们有另外的方式 可以拉别种选票 那你要不要 你不能说我不要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 他点到我觉得他是在善意提醒马英九 就哪些部分 因为现在距离选举还有五六个月 你能够补强的话 这几个点他都点出来了 那你马英九要不要改 你要不要去争取 那就看你自己 是是 好我们刚刚看到在这个 南部的选情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杨秋星的部分 杨秋星呢 现在反而往这个兰营这边靠拢了 好我们先进广告 我先进广告